这一次的灾后呢 很多就像是演艺圈的明星们 自动自发的发起了震灾活动 那么同时也有很多大明星 变成了受灾户 比方说汤兰花 那么她的老家是在嘉义的阿里山 那么她就有她的很多亲戚 处于失联状态 这五天汤兰花说自己晚上 几乎是无法睡觉 好不容易终于断断续续联络上了 说到这段心情 汤兰花红了眼眶 不通 不通 怕她没电 因为她刚刚讲 她只有这通 这个电话是通的 其他一定要有这个发电机 再试一次好了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铃声 汤兰花说 没想一声 她的心就跟着七上八下 因为汤兰花的哥哥 在阿里山失联三天 让汤兰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拿着电话一打再打 还好在上午终于有一通联络上 今天早晨 他们就讲生命都平安 其他就是需要吃的喝的 就这样子 说着老家灾情 汤兰花忍不住眼眶都红了 因为老家对外交通全断 还有土石流 民宅也冲毁 目前已经断粮断电三天 而且不止哥哥失去音讯 侄女也受困在山上 这头汤兰花的家人仍然受困 而另一头另外歌手梁文英在屏东老家 茂林乡万山村 也面临千村命运 但是就算在台北这么心急如焚 远水却救不了经过 真的只能干着急 中文新闻旅行号 杨一蒂 台湾报道 在哪里